有件事較早前在台北發生 有一個女生日 現在有那麼多禁制令之類 其實要出去玩也有點難度 當然台北的感染人數相對不太重要 控制得很好 但控制得好之餘 可能人們也一心想玩 在這個女生日時 大家有看視像就看到 現場是卡拉OK房 不說是以為是寧堂 卡拉OK房 是卡拉OK房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披麻大孝 就這樣跟那個女生慶祝生日 我們先停一停在這張照片上 不單止有一群朋友扮家屬在披麻大校 你看到遠處的那個白色衣服的女生 白色衣服的女生在做什麼呢 抱著什麼 其實她在那裡灑溪錢 OK 而你說得對 再遠處一點點 啡色門附近 有個男人 也裝扮到一個道士 而她是手撿著那些鈴鈴茶茶 那些招雲鈴 所以其實整件事就是 這群 真不知道你認識什麼人 真是 這群朋友 真是老友 對 以一個好像是送中的形式 去幫助自己的好朋友扮生日 我不知道 因為現場的照片裡沒有拍到 生日的女生究竟在哪一個位置 也沒有拍到那個女生究竟是 一個什麼狀態 即是她是否一起玩一份 而她自己好像扮演一條絲 躺在那裡 等別人在哭哭啼啼 或者其實她是坐在那裡 或者她是怎樣去參與這件事 我不知道 總之整件事就是 這群朋友以一個好像是 做妓的形式 去跟這位壽星女 即是跟你做妓 搞生日 而7天之後 這個女生 車禍死了 有很多人會覺得 真的嗎 首先一定是真的 因為已經是一個新聞 然後人們會說 剛巧而已 是不是 Hello 大家好 很少在這個時候 我們竟然會開直播 先打招呼 大家會覺得 是否剛巧而已 有些人會覺得 不是那麼邪 但我想說 其實是那麼邪 是真的那麼邪 因為我們經常 尤其是中國人 很多都是信邪 有些事情 誤到你不信 而說 大好日子 生日 你想想 尤其是老人家 可能是因為 年紀又差不多 又或者加上 如果身體不太好 之類 那家人 總是希望 會搞一些 大一點的慶祝 去幫他充起 助往下的運程 沒錯 希望如果有病 就希望他可以 快些康復 又或者是 差不多年紀 希望做完這件事 可以充起之後 二年益壽 這些其實都是 尤其是中國人的習俗 通常會是 很多人都會問我 我伯爺或者媽媽 要不要搞 要怎樣搞 或者之前有些什麼 或者要退前 或者退後 或者有些什麼不好做 這些其實是很中國人的常識 沒錯 而其實 在這裏沒有任何的政治因素 其實說台灣人都是中國人 其實都是說中國文化 而當你 不要管你什麼年紀 如果當日是正正這個女生 正日生日 這件事就更加嚴重了 因為那天是屬於她的日子 即使不是你正日生日 這件事都是為了你而做的 為了幫你慶祝生日而做的 而說其實這個殺溪前的舉動 這個動作 是一個儀式來的 是一個造技的很重要的儀式 是 而這個動作就已經是代表了 我正在招待一些東西 是 而她正在招待之餘 還要有一個道士 在跟你招雲靈 是 我們經常都玩踢爆 很多時候 其實做這個行業的人 本身都是不懂法 都是根部罩去做 絕大部分 以前師傅教我是怎樣 今時今日我做師傅 我都是這樣教我的徒弟要怎樣做 而有些甚至做了幾十年 都開聲說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感受過有鬼 又或者那個過程裏 其實我沒有感覺 我不知道 我感覺不到 只不過代代相傳 只不過代代相傳 教我這樣做 我就做 但是其實教得你這些步驟 當然是有原因的 所以即使她們在扮演也好 其實她們就是在這一天 為這個女生慶祝生日 而其實同時用一個 幫她報到死亡的方法 去幫她慶祝生日 那就是說 其實你已經通知了陰府 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 也都等於譬如 說一些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祭典 其實都有她一個儀式 只不過不同的國家的儀式 都是不同 而說那個儀式 都是有很多時候會有火 會有零零茶茶 或者是有些會跳他們的民族舞 之如處女 或者是有些會做一輪儀式之後 然後可能是祭一個女生 給一個天神 這樣說 其實都是要搞一輪儀式 然後就幫女生放血 或者是搞一輪儀式 很久之前有些地方 直接是生葬 或者是在祭台上火燒 就獻給神 之外 之類 都有他們的一套方法 一套儀式去做 而說中國人 就是以這一套儀式 去幫人造祭 其實是華人 整個東南亞都類似 對 都是類似 當你這樣去 在別人生日 幫人造祭的時候 其實正正就是你告訴 通天地 告訴他們 這個人接下來會死 假設這個儀式 是死了之後才做的 但像你所說 他還沒死 你做這件事 你就通知他們 有這樣的事發生 你應該要接走這個人 而我們經常都說 沒有事沒有幹發生的話 一個人無緣無故就不會死 而如果你真的大限張志 要接你走的 你當然有些事發生的 即是說你可能突然開始不舒服 然後不知為何突然間昏迷 然後死了 又或者好像這個女生 突然間沒有事沒有幹的 交通意外 碰一聲 那你就離開了 今天我們也有朋友說 大哥 在生日玩什麼 大哥 真的 不要亂來 有些事真的不能玩 還有很多人 尤其是Halloween的節日 越來越多 比如一些受了西方文化影響的人 可能他們Halloween的時候 我看過真的是我自己的朋友 穿了一身獸衣 即是殭屍那些 不是殭屍 是死人穿那些獸衣 穿了一套獸衣 然後去蘭桂坊喝酒 大家慶祝Halloween 有些是假裝同男同女 然後把那兩個紅包包面著燈 之類的 其實好話不好聽 這些也是同出一切 都是同樣的事 都是一些死亡 死了或者臨死之前 才會發生的事 而他們模仿了 你好人好者 為什麼要穿到仇衣 輕則 其實就會令到你影響運程 重則 譬如說什麼情況會重 譬如 那個榴槤 在你來說已經不是那麼好 可能你又犯太歲了 然後本身 再加上你身體又不是很好 再加上原來你祖先又有些問題 各樣各樣 可能你那年已經比以往差 比一向都差 所以很不開心 拿去蘭桂坊 拿去蘭桂坊 所以一定要喝酒 那你想想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再加上突然間 你生日的時候 別人跟你交談 非常好 那你已經是各樣東西 一直都差的時候 其實不要聽說句 他出事 真是指日可待 而 也有人會覺得 這些迷信 又或者譬如我朋友 他真的穿了仇衣 去蘭桂坊 可能他都會說句 又不見我有事 玩一下 玩一下 但可能因為你自己身體無樣 本身 你的祖先又沒事 山墾又沒事 你的祖先又夠福氣 你一直都享用前人留給你的好東西 所以你便還未出事 其實我覺得就是 沒有事 那些可能他不覺得 有什麼叫大件事 就是沒有事 可能他那兩天 或者之後那兩晚 頭暈身慶 或者破財 或者弄傷 有一點血光 他不覺得是什麼大件事 絕對 好像你這樣 我一天都 經常都弄傷 經常都弄傷 不弄傷那天才有事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對 我覺得現在應該要做家長 應該要糾正一下家裡的小朋友 是啊 現在幾幾後那些 我不知道幾多後 因為剛才你說的 就是我們不是說去批評 某些行業 他們有沒有療的問題 而是的確真的在以前 做到所有的關於涉及到 對靈界有關的行業 以前真是天風 即是一個天去挑選人去做 沒錯沒錯 甚至乎小事到我們之前說的 醫子店 老闆或者老婆 他們都是天選之人 是 現在純粹一門生意 現在純粹一門生意 甚至乎做五作也好 做殯儀業也好 都不是以前那種事情 以前真的要問過神 給不給你做這件事 是啊 要夾好很多事情 或者做之前都要做很多準備功夫 就不是說現在你不怕死就來了 甚至乎是很多人都說 喂 鄭先生 你經常在一個節目那裡說 就是說 很多事情你辦事辦不到 是真的要有什麼功夫才能做到 我說那些 之前說的那些 是真的幫人去救人 或者去轉運去救命 那些就真的要真功夫 有神的允許 又或者本身那個師傅有這樣的功力 他肯幫你去頂 這樣才行 但是其實剛才我們說的就是 有很多事情 就算 譬如剛才說殯儀業 他雖然不是天選之人 但是他一代傳一代 他也知道有很多禁忌不行 那他是沒有去做那些禁忌 其二是 我們都說過了 因為在那個行業 有時旺起上來 好像這兩年都很旺 經常都不救人 吹些蛋也好 唱歌也好 那些 在下面唱 唱歌那些 或者仲經那些 仲經那些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找外援 你今晚有空嗎 對 freelance 我不懂 不用懂 好 跟著就可以了 人家做甚麼你做甚麼 因為主家要八個 要八個念經 其實這些情況真的經常發生 對 所以其實不是說他們沒有料 不是說沒有料都可以 其實就是你做了那個儀式 就已經是那一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你做不做得 理想一些 或者你想送他去哪裏 或者在送他下去之前 可不可以幫他 減散了一些 就是你做到那件事 見仁見智 對 但是你做了那個儀式 就已經是那樣 沒錯 所以就算拜神也好 不是要師父才可以拜 家裡也可以拜 普通平民百姓都可以拜神 難道你說我不是師父 對 對 當你做了那件事 你懂得去買 有聽我們的節目當然 懂得去買那些製品 而做得對的程序 其實你對不對的程序 上面下面就知道 對 當然你做得對就更加好 可以達到或者你的要求或者目的 但是你做不對 你還是在做那件事 對 等於你說 我把槍拿出去 真槍或假槍都可以拉你 對 對 這個比喻 對 對 譬如這班人一路殺溪前 那個假裝師傅的就拿著焦雲鈴 對 已經在焦雲鈴 假設一路開路有人唸經 就是 但是現在擺明沒有人唸經 但其實你還是在做那件事 對 你還是在送你的朋友去死 對 所以要看電影 這部電影好不好看 是什麼戲種 不要緊 但已經在看電影 對 已經在做事 所以大家不要去模仿 或者試試 剛才你說的那個朋友 喂 可能老男那晚 就已經有幾個中招 就是黑過你 就是他不知道 黑過他 黑過他就已經湊夠數 可能你幸運 或者家山有福 或者像你說的 祖先幫你頂了 對 又或者事實未到 沒錯 所以不要說 我不怕 其實我不怕 這句說話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會面對什麼 其一 其二是很多人跟我說過這句說話 我經常都對水下 我經常跟他說過 你不怕還不怕 不信還不信 都不需要去挑釁 對 都不需要去 經常在口裡掛念 你試試 很多人都 以前那輩子 很多人都 我不喜歡警察 我不怕警察 你說什麼 你不怕 你又不走 你跟他說我不怕你 你不怕 另外 我絕對相信 仍然有人覺得 剛巧這麼巧 所以我想再分享多一件事 好 我們在不知道多少季之前 其實有說過送慾種這件事 送慾種 我們說回文字上的發音 一個term 其實如果熟知到台灣文化的人 可能真的會聽過 送慾種其實是一個過程 大家都知道一隻種 其實是怎樣的 一塊東西 上面有一條繩綁著 其實在文化上 這件事就是有一些人 因為他們上吊 吊頸自盡 而相傳 當你一個這樣死的人 其實就有很重的怨氣 而因為這道怨氣 就有機會令到 譬如你在哪裏上吊 在哪裏死 那你的怨氣就會逗留在那裏 然後有傳 繼續之後進去這間屋住的人 慢慢都會因為那個怨氣 或者陰氣 來導致他們下一家 都會有人做同樣的事情 那相傳 究竟是不是真的每次都是這樣 這個不知道 不考究 也不是重點 但因為他這種文化 要清除那些死者的怨念 之類 所以他們就有這個 所謂送獄種的文化 就是由一個師傅 去扮演一個中葵的角色 大家都知道中葵是捉鬼 然後就會一早 預定了他們這個送獄種的路線圖 然後就會通知附近的居民 我們大約幾多點 就會經過哪一道 如果他真的在市中心 那說這個流程 就可能用幾個小時的時間 由市中心一路慢慢一路送送送送 其實就是送到最近海邊的地方 然後就在近海邊的地方去做這個送獄種的儀式 然後就將很多給這個靈體要化的東西 所有的製品就會在海邊開始化完所有東西 正如現在大家看到的相片一樣 而這個過程通常會是 為何要通知所有人 就是因為要迴避 就等於很久以前 古裝時代的官府 總會有限印迴避的牌 又或者今時今日 因為其實我們在說的都是超度一些怨靈 或者是怨氣 所以其實都是一些只是 應該這樣說 一句話說 都是一些陰事 所以也等於大家經常聽慣聽熟 熟豬熟狗熟羊 令美麵要迴避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就是在說這件事 在這個時辰發生會對於一些什麼人 是會造成一些衝撞之類 我們經常都說衝撞的東西 不是一件好事 他不想衝你之餘 你亦都不想讓他衝到 但是你不迴避的話 就有機會衝到了 而也是一個台灣那邊的新聞 有個年輕人 又是不信邪 他應該這樣說 他半信半疑 即是八卦 對 半信半疑 明知道在文化上 其實他應該要迴避 但偏偏他又好奇 不知道是些什麼 所以剛好那個所謂遊行路線圖 就經過他家裡樓下 都標明了幾點 他們很準時 所以一到差不多 他聽到那些嘀嘀嘀嘀的聲音 他就說 我不下去加入 我不下去就沒事了 我可以在家裡看 然後他就開窗 看下去 一直看著 鍾葵師傅 一直在走 有時候走到哪裡 都會有一些 一些布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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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演繹整件事 也會有些師傅 這樣擔傘 其實也是在引起那個魂 去一個地方 而他就在上面看 看看看看看 沒事的 一直都沒事 很可愛 不是神怪都 看完之後他死了 沒關係 完了一件事 遇上地 關窗 繼續在家裡做自己的事 但 由他那一晚睡覺開始 他就開始覺得 為何這麼奇怪 好像很多東西 擾亂他的夢 有這些 叻叻叻叻的片段 當然 大家都會想 好像小朋友一樣 例如 日後玩得太瘋 晚上會發惡夢 或者你真的會想起 日後見過的東西 因為實在影響太大了 最初都沒有什麼 誰知道 他睡醒之後 開始每天越來越嚴重 他就好像聽到有一把聲 就不斷叫他 你去買一條繩子 買一條繩子 買一條繩子 你買繩子 是時候買一條繩子 然後就開始多了 這次到你了 快點去買繩子 到你了 到你了 然後 因為日日夜夜 不斷給這把聲 不斷在分圖 搞到他有一天 真的蒙茶蒙茶茶地 就去買了一條繩子 很迷 回家 很迷 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 為何要買一條繩子 有一把聲叫自己這樣做 然後 有一晚 夜晚了 家人 突然在隔壁房間 聽到 一聲 爸媽 奇怪 無端端好像有些東西 掉了 很大聲 一聲 拍兒子房門 沒有人回應 開門 反鎖了 其實也不是晚上 大家睡覺的時間 只不過吃完飯 大家每天做 看完電視 各自回房間 爸媽總是覺得 有些不妥 找回鑰匙 幸好有鑰匙 開他房門 然後 看到兒子 上吊 在房間裡 他 九秒九 他馬上衝過去 去解釋 爸爸 幫他拆下來 然後 終於 幸好 救得回 沒事 然後 大家問他 你做甚麼 你為何在家上吊 他是迷迷糊糊 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原來他就是 那幾天 看完這件事之後 那幾天 一路聽到聲 叫他買繩 買繩 然後分途之下 他就馬上一條繩 然後 為何自己會上吊 不知道 好像有把聲 告訴我 到你了 你做吧 然後不由自主地 上吊 自己都不知道 幸好解得切 這個也是講 台灣送肉種這個文化 有時候有些叫你要迴避的東西 是真的不到你不信邪 絕對是的 所以尤其是 這些特別的 是一些特別的節日 又或者是一些特別的位置 我住錦田 那些村 你知道那些村的人口老化得很厲害 老人家會很多 年輕人搬出去住 有錢就 他們每一次做送 即有人走 他們每一次都有一個位置 是指定那個位置 總之兄弟姊妹在那裡走 都在那個位置出去 就放在那個位置 早上就做法事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一聽到 即他不會 第一 其實村有很多人搬出去 不是原居民 他不會逐家逐戶拍門 告訴你 什麼時候有什麼 當然 但是其實大家會好知道 一聽到那些聲音 就走路走 第一 別人在做事 你不要影響到別人 第二 大家都說 有這樣的意識 我們年紀大 不同的年輕人 不同的年輕人 有這樣的意識 就是你不要去衝撞到別人 你不要 或者別人不好 也不是 有機會是你影響到他 也有機會是他影響你 大家不會知道 但是年輕人 或者現在新的一輩 其實我覺得 家人是要提點一下 或者提醒一下 又或者是真的不要貪玩 有人說過 這個送育種 如果我真的不小心撞到 那怎麼辦 其實根據他當地 這件事的文化 其實如果你真的 剛好碰到正 譬如 別人在走 你剛好回家 撞到正 你也不能避免 其實你是要跟著大隊 一起跟他送的 送到底做完整件事 送到底做完整件事 那你回家之前 就正如很多人都會做的 可能撞過火盆 或者燒完保 然後撞了才進屋 之如此類 那你做回這些 聽說 然後就沒有事沒有幹 就正正常常 你不要打算走一下就離隊 是的 因為通常其實除了這些 這些是剛才的事師教的 就是我們自己補充的 但其實有很多的法治 本地外地也好 做完的過程 如果是工作人員 都應該回去 可能是大本營 或者是騰 即是不會直接回家 是的 都會回去那裡 可能會有一些法水喝一下 或者會有一些 那些不是紀念品 或者給你一些符咒 或者一些袋 是的 所以如果你說中間走一下 不要 就不如撞吧 撞吧 其實虧了 其實虧了一定是你自己 沒錯 沒錯